各位大家好 很高兴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各位分享的是 日文动词的部分 尤其是动词的音变的部分 我们相信在我们之前学动词音变的时候 老师一定会跟我们说 反正上下段动词很简单 你只要把如去掉加上贴根塔就好了 上下段动词不会有音变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 为什么上下段动词不会有音变 为什么只有五段动词要音变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看一下五段动词 我们以五段动词 nomu为这个范例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老师都会跟我们说 不会变的地方叫做鱼干 会变的部分就是最后一个字叫做鱼尾 所以你看 飲まない 飲みます 飲む 飲め 飲め 飲む 这里 の 这个字都是不会变的 所以 の 就是我们的语干 whe gu 竊干的意思 会变的是 MAMIMU ME MO MAMIMU ME MO 這個部分是會變的 NOMU就是我們的魚尾 一個是魚幹 一個是魚尾 NO就是我們的魚幹 MU就是我們的魚尾 魚幹是不會變化 魚尾才會變化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用羅馬字來看的話 會變什麼情況 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羅馬字的話 請問你 到哪一個字為止 是都一樣 都沒有變的 請你仔細看一下 到哪一個字為止 都是沒有變化 都是同樣的 如果你要稍微看一下 就會知道 到M為止 到M這個字的子音 到這個子音為止 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 原來NOMU這個字的語幹 如果用羅馬拼音來看的話 是NOM 是它的語幹 然後呢 這個M呢 是子音 所以呢 NOM這個是五段動詞 它是以子音為結尾的 它的語幹是NOM 然後呢 它的語幹是以子音來結尾的 喔 原來是這樣 好 那我們往下看喔 我們看下一個字喔 如果我們看另外一個五段動詞 叫做終わる 終わる這個字 我們應該都學過了 如果用這個字來看的話呢 好 各位請問一下它的語幹是什麼 如果我們用假名來看的話 是 終わらない 終わります 終わる 終われば 終われ 終わろう 好 所以呢 終わ 終わ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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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這樣 所以它的語幹是 所以它的語幹這裡也是一樣 這也是指音為結尾的 日文的母音只有五個 其他都是指音 所以它的語幹也真的只有到 為結尾 所以它也是一樣是指音結尾的語幹 所以你看 我們看了兩個五段動詞 它都是以指音為結尾的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上下段動詞是什麼情況 老師都教我們說 上下段動詞很簡單 把如去掉加貼根塔就好了 所以我們以かける這個字來看 かける這個字 かけない かけます かける かければ かけろ かけよう 我們如果用假名來看它的語幹到哪裡 如果用假名來看的話 かけ 就是它的語幹 那如就是它的語尾 那是用假名來看 如果用羅馬字來看 羅馬拼音 到A 到A為止 かけ 所以這個是母音結尾 A R U U 其中一個字 所以它是母音結尾的 它的語幹是母音為結尾的 所以由上下段動詞的語幹是母音結尾的 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字 是不是也一樣 這是かける 我們看一下 おきる 這個我們都學過了 おきない おきます おきる おきれば おきろ おきよ 這個一樣 所以 おきる 就是我們的語幹 這沒有錯 對不對 但是呢 如果我們用羅馬拼音來看 到哪個字 到I 到I這個字 對不對 喔 讚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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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唷 所以呢 A I U E O 的I 它也是母音結尾喔 它也是母音結尾的 所以我們就得到了一個結論喔 喔 原來是這樣啦 結論就是五段動詞呢 它就是以呢 子音為結尾的語幹 這種動詞的語幹 是子音結尾的語幹動詞 而上下段動詞呢 是母音結尾的語幹動詞 它是母音結尾的喔 好 它是 一個是子音 一個是母音 子音跟母音 好 那我們現在看喔 那 下面喔 那 什麼是母音 什麼是子音 各位 什麼是母音 喔 喔 所謂的母音就是 發音的時候完全不受干擾 阿 伊 呜 阿 很好唸的 這種不受干擾的音 就是叫做母音 好 這種不受干擾的音就是母音 所以呢 發音時完全不受干擾的呢 叫做母音 但是呢 發音時會受到干擾的呢 就是指音 比如說 在你的舌頭 或在你的嘴唇 或是在你的牙齒去干擾它 破裂音 摩擦音 有沒有 這種 這種呢 這種呢 這種發音的時候呢 這種發音呢 就叫做子音 所以母音是好唸的 母音呢 它總而言之 它就是好唸的 好 那子音呢 就是難唸的 好 比較難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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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一個是好唸的 一個是難唸的 好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是子音結尾 一個是母音結尾 好 那 所以 我們要講結論喔 喔 就是這樣啦 為何只有五段動詞要音變 因為呢 母音 也就是上下段動詞 這種母音結尾的呢 母音已經很好唸 母音好唸的加t 也就是加te 或是加ta的時候呢 母音加te 或是加ta的時候 因為它很好唸 所以呢 它就不會有音變喔 但是呢 五段動詞這一種是 子音再加上t 它是不好唸的 再加上更不好唸的t 所以 它才會產生音變 因為 趴一點加趴一點 就更難唸 所以它就才會有音變 不然它唸不下去 好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呢 就是說呢 喔 原來呢 上下段動詞 這種語幹呢 是以母音為結尾的 所以呢 它就不會有音變喔 那如果是這種五段動詞 它是以子音為結尾的語幹 它加上t 這個字的時候呢 因為 不好唸加不好唸 它就會產生音變 讓它變好唸 好 所以呢 今天呢 就是我們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呢 為什麼五段動詞才要音變 而上下段動詞 不需要音變的原因呢 好 謝謝大家 好 好 謝謝大家 好 好